事件当中 扁家人陆续传出了健康有状况的这个部分 就像扁妈来说 她说因为身体状况为由向特征组请假 现在就搬到了高雄扁妹家中来居住 目前的状况如何 到底相关单位要就训有没有成功呢 那么现在进一步了解呢 特征组似乎并没有打算要约谈扁妈 先让她安心看病 电话声响划破极尽的三合院 陈前总统的弟弟连睡衣都来不及换 记着接电话 原来电话那头传来扁妈的声音 开头就问扁弟吃饭了没 始终心系台南老家 为了看病扁妈搬去高雄住了三天 身体状况如何扁弟也十分担心 扁弟连续回答扁妈三声好 可见扁妈不断在关心台南老家的状况 从扁弟的口气也可以听出 扁妈身体健康应该没有大碍 向特征组请假之后 扁妈就搬去高雄扁妹家居住 就近看病 两个姐妹虽然都沉到台北应讯 不过特征组目前并没有打算 约谈扁妈的动作 让扁妈安心养病 中天新闻赖冠庄 张玉昕 泰南报道 而在这个时候